今天要出发去山岸东地澳了 偷挂好丰田赛纳之后 需要两个人配合 检查前车与后车的转向灯和刹车灯是否同步 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我们的房车沿着10号高速 来到德州人口第二大城市 圣安东尼澳 YG现在要去寄养中心和其他小伙伴玩几天 因为我们这次没住房车营地 要去住几天酒店 美国这边的酒店可以花钱带狗 有的是不可以的 酒店入住时间还早 先吃个午饭 这是一家素食餐厅 用的杯子和吸管都说是用玉米做成的 代替降解速度慢的塑料 这看着像鸡肉 其实它是美国最近比较流行的代替肉 虽然我们一家都吃素 但是像这种代替肉几乎很少吃 好吃吗 就是让我们吃客气 但是我们吃虽然 吃虽然我们会一起吃虽然 有这一生脸 都吃虽然我们吃虽然 拿走 烤知 里面 你们吃虽然不复杂 我也夫 我们可以吃虽然不复杂 现在我们吃虽然不复杂 小小时 鸡肉 我们的房车就停在了后边酒店的停车场 一会儿我们就要去房间里边了 我现在拖了一大堆的东西 看这么老多东西 妹妹推的不错 自从有了房车这几年 我们一年到头也住不了几天酒店 可能是把房子带在路上的原因 就算出门旅行再久 也不会有那种还是家好的感觉 怎么吃这么香呢 谢谢大家 我们这次选择住凯院 是因为每年给的免费住三宿快到期了 而且德州好热 带孩子玩玩水也不错 妹妹 妈妈在这儿呢 妈妈来了 妈妈要红色的 对了 再给我摸到杀手啊 杀手掉下去了 妈妈要红色的 都漂亮 我们又换了个酒店 底下就是那个黄鹤步道 一会儿我们就下去逛逛 现在我们简单room tour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刚刚我们上到了酒店楼顶上 这里有泳池 是个露天露台 这里可以看到遗标性建筑 那边是美洲塔 River Walk 黄河步道 这里是圣安东尼奥的精髓 河道狭窄 水也不深 两岸很商业化 全是纪念品小店餐厅 既然来了 跟随我第一人称视角 乘船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栅栋梁